大家好 各位女作家的朋友大家好 谢谢主办单位的邀请 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岭南画派 那岭南画派呢 我先介绍 什么叫岭南 何谓岭南 何谓岭南呢 就是指大于岭 无岭之南 无岭啊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无岭 无岭就是月城 都旁 蒙祖 祈田 大于 那其中大于岭最有名嘛 那大于岭以南 这个无岭之南呢 就叫做岭南 所以实际上岭南就是广东广西一带 然后这个岭南这个无岭啊 也叫南岭 也叫南岭 南岭的话就是 南岭以北就是 湖南跟江西 岭南就是广东广西 所以岭南就是这一带地方啊 那以前的人对岭南 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南宋张孝祥被贬到惠林的时候 张孝祥是高中时代的状元 古兽做官很可怜嘛 只要是一点不小心就获罪 然后就被贬 他贬的时候啊 他写了一首很有名的南歌子 所以说以前人被贬到岭南就以为回不来了啊 其实他们认为回不来也是有原因的 等会我再讲 他是讲桂林 桂林山水甲天下 其实桂林山水对后世的岭南派的画家啊 影响也都很大 那我们看看啊 岭南路径湘江水是哪里呢 路径湘江水 中国地图啊 地图的话 从北边像这边是河南 这边是陕西嘛 这边的话要到南边去的话 大半都是走水路啊 水路你看从汉水 接长江过洞庭湖湘江 路径湘江水就是秦始皇开的林渠 林渠可以通梨江 梨江通桂江 桂江通西江 然后西江就到珠江就到广州了 广州就在这一带啊 所以湘江的话 是长江第一大支流 江宽水大 也是不要看它只是一个 那个长江的支流啊 它那个江面很宽的 而且很凶险的 风浪也很大的 这个大家看这个湖南江西 这边就是武岭 广东广西 桂林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那你看那个柳中原 曾经被贬到柳州 他贬到柳州以后 所以他的别号叫刘柳州 后来柳中原就死在柳州 但其实柳中原在柳州四年 做得非常好 我去过柳州啊 柳州人到现在都很怀念柳中原 他在那边被尊为柳侯 所以有柳侯池 他当初去柳州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他说 藏江南去入云烟 这个藏江就是湘江了 望尽黄毛是海边 山腹雨晴天相机 谈心日暖 掌脚炎 社工巧事 游人影 巨母偏襟 旅客船 从此由来 飞夷一世 奇荣华法 带流年 柳中原贬到柳州 就死在柳州 所以到了南宋 张孝祥要扁到桂林的时候 他就说 真的是就不知道去了 还回着来 回不来 那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因为 因为我合理的怀疑 像柳中原 苏东坡 还有张孝祥 这些被扁过那边去 可能把一些文风 也都带到南边去了 所以岭南 以前是蛮荒藏力之地 可是到后来的话 有那么多的官旗 像星期级 他们都到过南边 然后所以说 那边也就慢慢开发 然后慢慢也就变成人文晦翠 那岭南派的源起 因为中国话 我展到了晚期明初的时候 崇尚水沫 很多人都跟我说 说中国画 怎么都乌七妈黑的 那乌七妈黑 是有原因的啦 其实乌七妈黑 不但说外行人看不惯 很多内行人也看不惯 尤其说到了 那个民国初年的时候 有一些喜好艺术的人物呢 他就觉得说 中国画风 到了那个民国初年的时候 死骨不化 然后给那些内行人的感觉是 颓败衰竭 外行人是说不好看 所以一些有志之士 像岭南的有志之士 就不满这种 沉沉相应的漏袭 就出来带出那种 求新求变的观念 求新求变的观念 那个时候不但在中国萌芽 同时西方也是有印象画拍嘛 然后广州开步比较早 他跟西方接触的机会多 受西方艺术的启发 认为国画不能再顽固保守 他就主张说 把那个呆刺的防骨 因为到了那个 很多人说清朝的话 都走到国画走不下去了 清朝的人呢 只知道临摩 都已经忘了说 国画可以施法自然 其实施法自然 是唐朝五代那些画家 他们提倡的 他们提倡的理论施法自然 那个到了民国初年时候 我们还是应该施法自然呢 那有人就说 施法自然是老陆啊 唐宋时代老陆 可是李南画拍 他在构图上呢 加入了西方的透视学的观念 然后他的技法也有改良 他技法用了水彩的渲染技巧 那加上纸张跟颜料毛笔 各种工具都进步 所以说就将国画 带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那讲到说我们中国画 为什么会到了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发展到崇尚水墨 因为以前你看 假如说去过敦煌的话 你看敦煌的壁画 颜色多么丰富啊 还有说唐朝初年是流行金碧山水 那个时候颜色也很丰富的啊 然后什么叫做从南扁北 那我跟大家提醒到来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知道唐朝的诗人王维 他是我们一提到王维 大家都知道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然后他从到文人画呢 王维就是始祖 王维是文人画的始祖 他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古时候的文人呢 不但文章啊诗写得好 通常他们的书法也写得好 书法写得好的人呢 都能够画几笔 像王维就是水墨画 他的水墨画 他是水墨画名家 然后从他那个时候就开启了文人画画的风潮 然后到了苏东坡 苏东坡是宋朝四大书法家之一 他妈也是宋朝很有名的画家 而且他画水墨 他只画水墨 然后王维他那时候开启了文人水墨画的风潮 到了宋朝 到了苏东坡那更不得了了 苏东坡呢 他到时候他说他重视神事 他主张画外有情 他觉得画画要有寄托 你不要画身跟外面一模一样 你写身吗 好像就是 就是跟外面一模一样嘛 太死板了嘛 他那个讲究要画什么 胸中秋祸 要画外有情 要有寄托 反对形式 其实这个后来 跟西方那个印象派 后来的思想也很相近 所以我们中国那个思想很早就有了 然后那个苏东坡反对那个城市的束缚 那我们看苏东坡他同样也被贬到岭南 他怎么说 这首诗我想大家都很熟了 罗浮山下四十春 如鸡扬梅 赤地心 日旦立枝三百科 不辞常坐岭南人 看到这里真的不得不佩服苏东坡的豁达 他也知道柳中原死在柳州 可是吗 他到那边去就不会像张孝祥 在那边说此行休问几时还 他到那边管你 死在这里还是能够回得去 他就吃一只不辞常坐岭南人 真的是很佩服他的豁达 然后这边讲到说文人画就是这样来 前有王为后有苏东坡 带出了文人画的风潮 那什么叫做崇南扁北 崇南扁北的话 就是明朝 明朝末年画家董其昌 董其昌的成就也是不得了了 他不但画画的好 他也是明朝非常有名的书法家 然后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就是他说的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什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们从小听到大都觉得理所当然 好像是中国的自然的一些俗语 后来我学艺术史 在那个英文的艺术史书上讲到董其昌提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那时候还在想这个老外 写中国艺术史乱写 这句话怎么会到明朝才有人说呢 后来我就去查 东查西查 果然这句话就是董其昌 明朝末年才有这句话 就是董其昌那个画才是水笔 所以董其昌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真的是董其昌说的 然后他呢 他画画追求自然 倡导个人风格 他认为绘画重精神不重形式 他这个就是继承那个苏东坡的思想 然后所以说从他那个时候 等于说开启了印象主义的思潮 其实明朝的时候 日本大派留学生来我们中国 学那个军印啊 学什么字版啊 后来而且他那个时候 请了很多画家 假如说查中国绘画史 很多有名画家 到日本去 去教画 那日本人非常 日本人最崇拜董其昌石涛 那所以说他们对那个日本的 服饰会影响非常大 然后服饰会再影响到 到那个印象画派 所以追本溯源其实印象派的那个思潮 是从中国来的啊 只是后来不太有人有研究 那那个董其昌提倡写艺画 他不重写石 他重创造 他重视自己造进 所以又是什么创造什么胸中修过 然后是他提倡南北中之说 他北中就是传统的那个工笔画啦 画院啦 那种彩色的画 那种叫做北中 南中是文人水墨画 所以像后来什么张大千 就是南中 他讲辅心于是北中 南张北辅 就是从这么来的 所以南北中之说 从南扁北 就是从董其昌开始 因为董其昌的学说 对清朝影响很大 然后所以清朝呢 特别喜欢临摹 像那个南中的话 因为后来到了元朝世家 像皇宫旺啊 大家都知道他的户车在居途 他弄都属于那个水墨南中 到了清朝就是 就是墨守成规 就是抱着董其昌 他们这套说法 然后就种不出去了 所以原因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所以领南 领南呢 就有一群画家出来改革 他讲到领南画家 领南画派的话 一般领南派我们遵从的开山祖师 是居朝居连 他们是唐兄弟 他们那个时候的话叫做居派 居派 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呢 是他们是 他们兄弟提出改革 可是并没有开宗立派 真正开宗立派的时候 是到二高一成 所谓二高一成 就是高建户高齐峰陈树人 他们那个时候才正式开宗立派 可他们呢都是居连的学生 所以说居连是 那居连是居朝的学生 所以居连居朝是领南画派的祖师爷 这个领南画派 我大概介绍一下领南画派的传承 那我们那个领南画派 居连他是居朝的弟弟嘛 堂弟 所以他跟他学画 那然后那个高建户 居连有两个得意门生 一个叫高建户 一个叫陈树仁 陈树仁后来呢 就是被他选做东床快婿 后来陈树仁是居连的女婿 那高建户教高齐峰 高齐峰有个很有名的弟子 就是赵少昂 赵少昂在香港开 开领南画院 收了很多学生 培养了很多的领南画派的艺术家 那欧豪年是其中之一 也可以说是最出色的 那高建户有四大体 黎雄才 观山岳跟杨善生 都是非常非常有名 所以领南画派二代 那一代这个祖师爷 二代 然后一代 一代是高齐峰高建户陈树仁 二代弟子人才辈出 三代呢就比较糟糕了 然后讲到这些弟子 那居朝居连成就当然是很伟大 可是他领南二高一成 各有特色各有专长 他们不能说他们画得比祖师爷好 可是他们都有所突破 都有个人的风格 然后二代弟子 二代弟子我列出来这五个最有名的 他们也是他们都有个人的特色 都有个人的风格 然后等等大家欣赏他们的画作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到了欧豪年也一样 那三代弟子说起来的话 三代弟子 就是除了我老师 就是我的师叔师姑 我那些师叔师姑 如果好像那个有成就的不多啦 那我们世代弟子 那更是so far好像没有一个 好像不知道 就说就说 那个很少有人再有突破 再有那个 再有个人风格的 那通常我来介绍我们领南画派的 领南画派的风格 的特色跟风格 讲到领南画派的特色 领南画派 自己认为 他们所谓的特色 就是折中艺术观 所以领南画派 他们自称是折中画派 折中画派 我老师也是这样讲 我老师也是这样教我们的 我们是折中画派 那所谓折中呢 就是折中中西 融合古今 兼功代写 那领南画派的 画的话有四个特色 他注重 注重空白 就是注重留白 那用笔注重古法 然后注重那个墨跟色彩的运用 墨 因为中国画 历代的话还是以水墨为主 水墨跟色彩的运用 然后背景呢 注意适当的渲染 所以说讲到领南画派的风格 就是折中艺术观 然后我们有四大重点 那现在我来介绍领南出家 从我们的祖师爷 居朝开始 居朝是说他是清朝初年的花鸟画家 运南田的再传弟子 再传弟子 所以他的画就有很多都是学运南田的 然后他青年兽喜欢旅游 其实居士兄弟留下来的画都是花鸟 未必说他们不画山水 只是流传下来的不多 然后他年轻的时候 保览桂林山川 他结交名画家 然后他就是 他们很多很多他的艺术观念 都是受那个桂林山水的启发 然后我们这位祖师爷呢 他那个时候 他就是觉得说 说中国绘画到那时候 已经走不下去了 所以说他就提出来改革 那他的改革呢 他就是重视自然真情的写实 他就提出了一句话 他说不能行事哪能神 不能行事哪能神事 你那个 你画到最后吗 你假如说没有很好的写生机土 没有很好的那个功夫的话 你画出来的话 也就不能神 就说你画的都不像 然后他还取笑苏东坡 他说一笑颇公物高论 不能行事哪能神 其实那个领男人 对尊敬的人都叫公 什么达公什么公的 所以他颇公 他还是非常尊敬苏东坡的 他只是开他玩笑 一笑颇公物高论 不能行事哪能神 他就这句话 就点出了为人画的弊端 然后他画画的特色 就是监公带写 他虽然说 他所谓叫做 写其神 而不能施其行 就说你要写一个东西的神韵 可是呢 你不要施其行 然后他们 他就创立了那个 这个领男画派的特别画 画法叫撞水撞粉 等等欣赏画的时候 我可以给你们指出什么叫做撞水撞粉 然后这个 吹脸 吹潮的画 你看吹潮 古时候的人 他不但画画的好 字也写的好 你看他这个写成花鸟 对不对 他这个虫 画的栩栩如生 然后他的 他的花 就监公带写 你看 像 我们中国画的话 画这种树杆的话 你一般的话 毛笔洗干净 然后加点淡末 笔尖弄末 然后一笔下去 就有深有浅 有深有浅 然后呢 有的地方 室内的地方 你可以滴滴水 那个叫撞水 撞水这个的话 你一滴水的话 他那个末就往两边 两边就比较 其实像他这些的话 你看像这种的话 叫做古法用笔 就是我们那个 你看他这个留白 留白的布局 那一般 你看像这个树杆的话 这些为什么 有深有浅 这个的话 是有的是后来去补 后来去补的 因为那个 那个欧豪年交话 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我们画画的话 要大胆落笔 小心收拾 所以很多东西 很多特别的效果呢 都是慢慢收拾出来的 你看他这符圆尾花 那我说到现在的话 虽然很多人技巧很好 能够画到这么好 也不容易 你看他的那个蝴蝶 多么生动 尤其是这些叶子 这些叶子的 那个墨色的变化 就是说那个 那个色彩的变化 光影的变化 树叶的转折 真的是很漂亮 你看像这些叶子 你看像这些叶子 我们那个中国画的话 调 调叶子的话 我们一般用花青跟藤黄 那调出来就变绿色 通常绿的话你可以就在颜色里面加点墨 然后那个画的时候 你也可以沾那个颜料 比尖加一点墨 然后就会有一些这种效果 像你水加的多 那个颜色就比较浅 两幅的话是 虚草比较早期的画了 比较早期的话 他画的鸟都是栩栩如生 然后因为虚草居连 他们画画的话 以领南的 以领南本身的风物为主 所以他们很喜欢画一些 领南的水果 像荔枝 所以领南画派的人 很喜欢画荔枝 你看他这个蚕 画的栩栩如生 然后这个荔枝的色彩变化 这个就是领南派的特色 然后这个石头 他的石头虽然说是 中国画画的话 画山水的话讲十分三面 那一面为什么分三面呢 因为分三面的话才有立体感 你看他这些花 一幅画就比较写意 虽然说写意画 可是也看得出 他这个叶子的颜色变化 然后这个是 这应该是居草晚年的作品 就居草他们后来发明那个壮水跟壮粉 其实像这种纸的话 南画派用的纸的话 一般宣纸比较不容易营造出这种效果 像我们后来用的是叫做一种 叫做披麻萱 或者是用棉纸 或者是用那种半生熟的 加了一点点繁的 那种画的话 你在它颜色未干的时候 滴一点水就会有效果 那个叫撞水 然后像你这叶子上面 你画还有 它这个花当然是白的了 就没有什么撞粉 那它像这种叶子 这个就是它也是没有干的时候 你可以滴一点粉 这种就叫做撞水撞粉 它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 然后我再介绍居连 居连就是居朝的地理 那高建復 而且居朝他在当时在广州 是非常有名的画家 他除了跟他哥哥学 他也跟当时的很多的知名画家学 然后他的主张就是向大自然里 寻求画材 以造画为师 他跟他哥哥 他们兄弟两个一起 就发明了那种撞水撞粉的画法 这个 这个的话 你看 居连的画 非常漂亮 他留下来作品 比居朝多 所以一般看到居连的作品的话 会更多 他的画 真的是好漂亮 不管他的鸟 花各方面都画得很好 然后这个 他的工笔画 他也画这种工笔画 你看工笔填彩的 这种的话都是基本功 因为你画东西的话 你一定要从基本功做起 你这些写生做得好 你才能够变成写意 所以说他们很重视 所以说很重视基本功 然后你看他这个早期的 就跟居朝的很像 他们那时候你看墨色 就说从这个里面 你还是可以看出 我们领兰画派的四大宗旨 第一个我们讲究刘白 然后古法用笔 你看这些燕麦 这种都是属于 这些勾勒都是古法用笔 然后色彩跟墨的运用 色彩跟墨的运用 然后背景的话 都是注重一些渲染 然后笔画的话 就很明显的 看出一些撞水撞粉的技巧 尤其是这个花 你看这个花花下去的话 你点一点水 就会有深浅 然后这个叶子一样 那叶子上面的话 像这个花 你花下去的话 你自己在花瓣上 搭一点粉 那撞水撞粉的话 那个技巧的话 你就是要多画 多画的话 你就知道怎么样 应用那个技巧 然后你看这些 然后到了那个 居连的话 你看他画的石头 很明显比他哥哥的 就更写意 更有那种十分三面 然后立体的感觉 然后你看他这些花瓣 都是有那种 都是有运用那种撞粉的技巧 你看这一幅的话 那个撞水的技巧又更明显 所以里南画派的话 它其实像这个明暗 叶子的话 其实叶子的话 你走近看的话 它都是一样的颜色 可是远看因为光的折射 反射一些光影 然后就会有各种的深浅度 那我们中国画的画法 画法的话 通常是用那个深浅 做远近 所以说近的话 像近的叶子 我们就比较突出 就会画得比较深 那远的叶子呢 就画得比较淡 所以说那个近跟 这就是远近之分 像近景啦远景啦 越后面的话呢 也就越淡 然后 其实那个追巢 那个追连啦 追连他 他除了画这些 就是说产色的画 他后来也画一些大写意 像我的第一个老师 那个林徐清林老师 他专画花鸟 他也是里南派 他就是画 差不多这一类的画 就是他喜欢画那种 比较写意的 像你看他这个的话 一笔下来 一笔下来 其实你看这些深浅 这种地方都是 后来有收拾过 因为我看我们老师画画 他们一笔下来以后 然后再补一点 这就是欧豪年所谓说的 小心收拾 居朝呢 他也画水墨画 例如说 他哥哥取笑苏东坡 不能行事哪能神 可是他到晚年 你看他就越来越画的放 他也一样 你看他也一样用这个水墨 用这个水墨 就是完全能够表现 能够表现他的 他的水墨花鸟 也是非常潇洒 非常自然 非常好看 而且他就能够从墨 你看他这个连那个什么 叶脉都不必勾了 就是完全就是写意 就是印象啦 就只要说那个 用印象去画画 这些就是 那个 就是居连 他晚年后来 他也 喜欢画这种水墨画 今天讲到高建復 领兰画派二高一成 最受尊敬的还是高建復 高齐峰是他的弟弟 其实讲到高建復 他 你看到他的生平 也是非常的感人 他小的时候 家境小康 因为他的祖父是很有名的中医 他是中医世家 所以那个时候家里环境还不错 他五岁呢 就进师俗念书 然后念了五年 念了五年 因为家到中落 就回来什么 放牛啦 种田啦 十岁就放牛种田 可是他那个时候就打了很好的 国学基础 后来十二岁的时候呢 他一个祖俗 很喜欢他 就接他去他的店里面 中药库里面 去他那边帮他做童工 然后他那个祖俗啊 饱读诗书 而且呢 还能书善画 他祖俗就 白天带他工作 晚上带他读书画画 所以高建復的基础啊 就从他祖俗那边画过来的 你想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啊 已经是到了晚清时代嘛 那社会动荡 后来他祖俗 生意也不大好 那他就只好又回家去了 回家的话 那时候他哥哥在广州啊 他就到广州去找他哥哥啊 找些零工作 那那时候因为他喜欢画画嘛 没事就自己在那边画 后来他另外一个祖俗 看他这么喜欢画画 就支持他到去跟居联学画 那他跟居联学画 他很穷啊 打工啊 那居联一看他很有天分 就把他收在家里面 然后公吃公住 后来17岁他爸爸过世 他更穷了 19岁母亲过世 那他不得不出来找工作 而且他那个时候 他那个很有名的弟弟 那个时候高齐峰啊 比他小10岁 他还有一个小弟叫高健生 比他小16岁 那父母双亡 家里还有两个弟弟 怎么办呢 那他有个师兄很有钱 因为居联门下 居联门下很多名士 很多有钱人跟他学画 他那个师兄 也很干看重他的财气 就请他去家里做门客 帮他师兄做些应酬画 而且呢 他师兄家里收藏了 很多很多的古画 他请高健父去临摹 那他自己的收藏 还可以跟一些广州的名流 互相交换 交换回来都请高健父 所以高健父 其实他在他师兄家 等于说他除了师从居联以外 他在他家就能够 有那种临摹古画的机会 所以对他的艺术的话 又是一大进步 所以我说他虽然说是 那个少年就上父母 父母双亡 可是他的机运不错 因为他有财气嘛 而且他师兄给他的 给他的那个 给他的那个报酬 也挺优厚的 所以他还可以养两个弟弟 然后他那个师兄呢 有一个亲戚做生意 在澳门做生意 他看到高健父这么有才能 他就很欣赏他 他就送高健父去澳门 学英文学画 所以那个高健父在澳门 进那种西洋艺术学校 学树苗啊 油花啊 就打下了很多的基础 他从澳门回来以后呢 就在广州找到了工作 除了他继续帮他师兄做事 然后他还找了两个小学 请他去教书 这个时候呢 他的那个收入就很丰富了 很丰厚了 这时候他大概二十二三岁 那二十二三岁 高其风才十二三岁啊 那高健生才六七岁 他就把两个弟弟都接到广州 接过来的话 他亲自教两个弟弟画画 所以说高其风就是 他的启蒙师就是他的哥哥 然后高健父教书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日本画家 那个日本画家就鼓励他去日本留学 可是他要养弟弟啊 那他就后来一直到了 高其风十八岁 而且高其风十八岁的时候 出来到一个琉璃厂去画玻璃 那也有工作啦 高健生也十几岁啦 然后所以高健父是二十八岁 才到日本去念书 他去日本念书之前据说了 他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两个弟弟啊 高其风还要照顾高健生 然后那他去日本的盘缠哪里来的呢 据说又是他那个师兄 他那个师兄 送他一笔盘缠 他就把那个高其风送到日本去画画 那所以高其风在日本差不多待了四年啊 所以说高其风他受日本的影响就更重 然后那个高健父他 他在他在香港像什么黄花缸啊什么 他都有都是筹划的人啊 所以说他是一个爱国画家革命画家啊 然后我看他的那个 看他的那个因为我有好几本高健父传啊 还有的资料是我老师写的 我对照嘛 因为我老师有些地方写的也不大对 他说高健父还跟过居朝 其实高健父生的时候居朝都已经过世了 然后呢就说看到他的话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他那个时候 你想想看他的叔叔啊 那些叔叔都对他那么好 就说我们平常听到的都是什么兄弟增加财产 什么抢夺财产啊 可是他不是他的叔叔好几位哦 都非常照顾他们哦 他那提拔他们 而且他又有碰到很多贵人哦 一路上帮他哦 然后当然说他本身也是很有天分 所以才有说后来的成就 然后才为中国培养了一个这么有名的大画家哦 然后他当过中山大学国画教授 后来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 他对那个里南画派的发扬光大哦 然后而且他最主要他对艺术 他整个他对艺术的贡献哦 非常大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那个高建復的作品啊 你看这个的话就是他早期在居连家里面学画哦 学的学的那个花鸟画哦 那那个时候的话当然是完全就是居连的影子啊 那后来呢 后来他不是开始临摹吗 临摹各个大家的画哦 你看他同样画例子哦 他这个也是有他那个也是有他老师的影子啊 那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完全就是跟他老师学那种技巧 然后后来你看他的工笔哦 他的工笔画 他有了基础以后呢 他就开始画哦 这个的话里南画派 虽然后面有轩然一样是很很注重留白哦 然后这个画就是很有那个那个日本画的味道哦 这个虽然是以水墨为主 虽然 虽然是以水墨为主哦 你看出来哦 他里面哦 他呢 很多色彩 你看像他这个 这个橱橘就是紫色的嘛 然后他那些颅尾啦都有加一点那种咖啡色叫做褶石哦 加那种颜色哦 然后各位看这个小狐狸的小狐狸的墨色哦 墨色深浅哦 他就是能够抓住那个我们中国人画画的话讲 就墨分五色干湿浓淡黑哦 那看这边就是黑哦 然后他这个布袋和尚 虽然是水墨画 也运用了色彩 因为他运用了 那个浅的色彩呢 所以他的那个 这个就很像唐朝的泼墨仙人啊 他他这些的话 虽然他有日本画的技巧 还还还可以看出他很多那种零摩古画的功夫哦 你看像这些的话 像那个宋朝 马远的画哦 他《鸡身毛剑月》 他他这些的话 也都有那个元朝那些水墨画的 那些零摩的功夫 高建復是爱国画家哦 他很喜欢画蜘蛛网 他很多蜘蛛网的画哦 以前我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画蜘蛛网呢 你看这个这幅画 后来这个是新契集的诗啊 你看新契集爱国诗人啊 春且住见说到天涯芳草无归路 愿春不已 算只有殷勤画连珠网 近日惹飞絮 长门是准宁佳其又悟 其实他画这个的时候 你说像他那个时候 他们做革命的时候一次一次 失败对不对 虽然说这个长门是指的是那个 成皇后那个长门院的事情 可是后来的人都把它用来假戒啊 就是像他们革命一次次的失败 准宁佳其又悟 而且到这个时候呢 是北伐的时候 那天下大乱北伐时候 一下好一下坏 很多事情控制不住 所以说他有那种 所以他就有那种感慨啊 君不见玉环飞燕皆成土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新契集的摸鱼儿 书去乙为难 你看这个斜阳正在烟柳长断处 太阳下山了 这个我在想啊 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画蜘蛛网 我看到这首词 这首摸鱼儿就觉得说 哦原来为什么他这么喜欢画蜘蛛网 然后那个哥建復他在 他在差不多1930年 那个那几年的时候啊 他到印度啊缅甸啊 到那些地方去 到那些地方去 等于说去采风啦 就去那边 所以他做了一系列啊 在那边画 所以你看他的画 他很喜欢画斜阳 一天到晚画斜阳 那个很多画都是画这种 那个斜阳古塔 那个可能中国人特别喜欢 夕阳吧 古道西风寿嘛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都是有那种感慨 跟那个新契集的 夕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你看这又是夕阳啊 那个一系列的那个斜阳 跟他画一系列的蜘蛛网 一系列的斜阳 然后你看他的画呢 不管怎么样的话 都是还是有那个四大宗旨啊 你看他的古法用笔啊 他的古 然后他他这个这个画的这个血液的山水啊 这边还有一个房子哦 这边房子的话就是画的很 这这边很写意哦 可是这个的话啊 你看有很多画啊 我我看近代很多人画那些 渲染水墨画啊 他们有的时候渲染的很漂亮 可是他们的点景啊 你一看哦功力就不够 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祖师爷的点景啊 就画的非常仔细画的非常好啊 他的那个尤其是他们的用笔 你看这幅画哦 这幅画是抗战时代嘛 抗战时代哦 这个高建妇画这个 白骨游身国难碑哦 这个是他对那个抗战的悲痛哦 这白骨游身国难碑哦 看着记录那个时候抗战 你看死了那么多人哦 好可怜哦 真的是国难生哦 然后这个灯鹅铺火 这边一大堆字哦 我也不念了啦 这灯鹅铺火 你知道他为什么画这个灯鹅铺火吗 他这个里面讲的哦 据说他这个是 是警告汪精卫 然后他跟汪精卫 这分钟上都是好朋友啊 可是汪精卫那个时候便捷 去投靠日本 然后他认为那个汪精卫去投靠日本的哦 就像是灯鹅铺火一样 所以说他这个画的寓意哦 就在这边哦 然后这个的话 这幅画是超年收藏的哦 高健妇的老虎 上面呢 上面是那个 上面是那个赵少昂齐的诗哦 齐的老虎诗哦 那他的老虎哦 老虎的话 这个就 很有那种日本味道了 那日本味道 这一幅的话就比较鲜艺 那老虎呢 我的老师说画老虎有几个原则哦 他画老虎的话哦 他老虎是很漂亮的动物 所以呢 不要要画出他的美 然后老虎的话画起来要威儿不猛 他很威严 所以说老师的话都威儿不猛 然后呢 凶而不饿 不要画的很饿 他说很很凶是凶哦 可是不要饿 他说到饿的话就不好看了 他们的话都是 威儿不猛 凶而不饿哦 然后画出老虎的美丽 尤其里南派的话哦 他虽然说你看这些画都是血液 可是你看他的细微之处 你看这个细微之处 他们这个老虎的那个 老虎的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胡须啊 都画得很细微啊 这个样子呢 画才会好看 你看他这个画哦 这个画就是画一个这个非常的立体啊 你看这个立体感觉啊 他一样留白 一样有古法用笔啊 一样运用墨色跟墨跟色彩的运用啊 然后一样后面有一些渲染 你看这些渲染啊 这些渲染的话 这种就是像那种阴影啊 有不渲染不好看嘛 像你看这些深深浅浅啊 这就是鼎南画派的特色 那讲到高崎峰啊 高崎峰高建復活到72岁啊 高崎峰只活了44岁 我想他那么早过世 可能小时候营养不良 那讲到他的那个小弟高建征啊 因为后来后来那个高建復 也把他的小弟高建征送到日本去读书 可是很不幸哦 高建征23岁的时候啊 就客室日本啊 那他也有一些作品传下来了 很可惜哦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三兄弟 真的能够长大啊 学画啊都是很辛苦啊 那高崎峰他少年的时候 跟哥哥学画嘛 他少年的时候 当然不像他哥哥那么流离颠沛 因为那个时候高建復赚钱啦 把他养大啊 然后教他画画啊 送他去日本啊 高崎峰一生未婚 那高建復是他有结婚 然后有儿有女啊 那高崎峰的话一生未婚啊 那他的画像呃 我的泰老师赵少郎就是他的学生啊 那他的学生 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高崎峰的作品啊 他在日本就待了四年 那回来就很有名啊 然后就被领南大学聘为名誉教授啊 然后他的 你看他的作品啊 那是又很特殊 又很特殊 他虽然说他跟哥学啊 像刚才我们看那个高建復的作品 他等于说完全就是有自己的创作 因为他有他的思想嘛 所以他画那个蜘蛛网啊 画夕阳啊 画特别多啊 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思想 然后他自己的构图自己的创新啊 那高崎峰虽然是跟他哥哥学 可是他也是完全你就可以看他的画风跟他哥哥 呃 不是太相近哦 你看这幅画啊 真的是画得非常好啊 你看他很不容易啦 我觉得现在的画家要能够画这么好啊 也都不容易啊 不管说他的写意的地方啦 末世的运用构图啦 还有说他的那个古法用笔的这些各方面的技巧啦 你看他画的那个 他画的数 他画素呢 很写意 可是就像说你 你是写其行 可是不失其神 你看他画的这个 这个马 那也是以水墨为主 那加了一点颜料 你看他画的多活啊 而且呢 他所有的那个肌肉啊 所有的细节 连那些关节各种细微之处啊 都有注意啊 所以说像你画画的画 只要能够小心收拾啊 像我老师就说 你用心收拾 越收拾 那个画就会越好啊 所以看他这个 算是水墨画哦 那不输油画的那些立体感哦 而且我觉得说更潇洒 更好看 那这个是他画的 画的孔雀 那孔雀 那一样你看他后面的这个树 很写意啊 然后那个孔雀细微的地方也是很细微 然后这个 这个的话啊 就是说月道 月道高旗峰 它的渲染 那个布景的渲染啊 就是特别好 你看这个白色完全是靠 后面的渲染 把这个白给衬托出来啊 然后他这些后面的这个补颈 他这些后面的背景 你看深深浅浅 我们中国画的话 静深圆浅 静深圆浅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等于 那然后那个 背光还有就是说 他的主体啊 他如何的显现出来啊 他这个机啊 然后他这个搭配的啊 搭配的背景啊 都非常好看 所以说看到那个高旗峰的话 就会觉得说他更突破啊 更有自己的风格 你看他这个 其实你看像这幅画的话啊 跟元朝那个一些山水挺像的 可是他就加了一个小木桶 然后他这个后面的渲染 而且这幅画呢 就是就是让中国的构图讲的平原画法 前面的画比较深 后面就是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那也就是加入了那种 其实中国画本来就有那种透视的观念 你假如说看中国那些什么 宋朝那种平原法 就是那种透视的观念 那其他那种的话 大山大水 那中国是叫做闪点透视 所以不能说中国以前不懂透视 可是就说到了里南画派的话呢 他们就是把那种 他们就说观察的话更为细微啊 然后这个花鸟画 他的血液花鸟 他很多笔法非常血液 所以这就是里南派的特色 兼公带血 有些地方就是画的比较公 那有些地方呢就是非常血液 看他的这个花鸟画法 你看这些都是非常血液非常的潇洒 然后这两幅画 那里面占了一个白鹿 他也是这个白色也是靠周围的渲染啊布景啊 给他那个衬托出来啊 然后你看这个这个小木桶 好可爱哦 然后这个牛 你看他这些 这些 这些那个 这些墨色的处理啊 还有跟这个颜色 融入这种颜色啊 所以他这个整个的构图画面啊 那你看能够画到这个样子的话 那真的是要 要很深很深的功夫啊 然后他这些树干的处理 好那我再介绍陈树仁哦 陈树仁呢 他比高建復小五岁 那是高建復的师弟 所以陈树仁跟高建復 他在居朝那边学画的时候 有些overlapse 那他后来呢 也到那个 也到日本去留学啊 然后他也参加同盟会 而且啊 他还当过 国民党的蛮大的官哦 我忘掉了是什么官哦 那那他那个 他的成就啊 也是 也是也是非常的了不起啊 那看看他的作品啊 你看很明显他的作品跟二高又不一样 虽然他跟高建復师出同门 师出同门 他他他在日本留学 然后他也是 学习了各各家的作品啊 你看这个的话 也是有点像那个 运南田的水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莫谷花 花卉啊 可是他又有一些自己的风格啊 所以那个陈树仁的花鸟作品啊 他他他的花鸟作品 通常都是千花万朵啊 所以说他是有他很明显 他又有他自己的风格 你看他的用色布局啊 用色布局 然后他的画法啊 他是 当然说是尸古 因为画这个大雁的画家很多嘛 他们他们这种的话都是 有古人的画法 然后又有一些自己的创新啊 然后他这个八高 你看 他的用色做法啊 就就很明显的跟 跟那个二高的 还有跟他老师的风格啊 都不大一样 而且都是有所突破 都所谓的有所突破啊 这陈树仁的画 你看一下他这个画这个 画这个这个这个柳叶啊 这个这个双燕 这个柳叶穿燕啊 他这些柳叶的话呢 他也是画的疏密有致哦 他的布局 然后他的竹子 所以说这些画家呢 除了画一些水彩 他们的水墨功夫 水墨的运用啊 一样非常好 就是他们的基本功夫 一样非常好 然后那个陈树仁的花鸟 他的画 这个是蜜蜂啊 好多蜜蜂啊 所以他这个这个当然是写实 像我们一般花开的时候 蜜蜂就是一大堆嘛 那可是他的手法的话哦 也是非常的写意 那广东 广东的 广州的四数就是 就是木棉花哦 那在广 广东的话 人家称木棉称作英雄花 所以广东人特别喜欢木棉 我觉得这两幅画哦 我们大家 对木棉可能都很熟 你看明歌木棉道 然后以前那个台大外面 我整排木棉 其实我们实践哦 从那个大直下车到学校 那边也是整排的木棉 所以以前我上学的时候 就是看着高高在那边的木棉哦 他这两幅画我都非常喜欢 你看他这个画这个木棉 画的这么密哦 可是密而不乱 密而不乱 而且你看他处理的前后 然后深浅 这边还站了一只蜜哦 还有一个点颈哦 然后他这个树感 树感的 的的 阴影啊细微啦 然后他的 所以说我们看陈树勇的话 他的确有他自己的风格哦 也有他的突破啊 也有他的特色 所以这个岭南三家哦 岭南的 岭南派的二高一成 所以后世的人都非常推崇哦 都因为他们的成就非常的高 然后二高一成呢 讲完了我们来看一看那个 二代哦 这个也是陈树人的话哦 那他的画哦 真的很有特色 你看哦像他们 他这个 这么鲜艳的画 就画一只水墨的鸟 哦这个嘴巴上面 还有颜色哦 所以说 他就是从这个哦 你看这个 这么的 这幅画 这么艳丽 可加了一个黑色的鸟哦 还有一个落叶呢 还有一个落叶在飘哦 他这个整个就破了 就是让他这个画呢 就会变得比较雅哦 然后提到赵少昂哦 赵少昂是二代记者里面哦 非常出色的哦 他呃 他在那个 他他在香港的岭南画院哦 非常多的学生 他调教很多很多的学生啊 然后大家看赵少昂的话哦 就会觉得说 他又有所突破 而且赵少昂不但画画的好 他的字也写的非常好 我呃 以前那个玉立青就告诉我 说所有的画家 他最喜欢的画就是赵少昂的画哦 是赵少昂他所有的画家 他认为说他的画比张大千还好 这当然是个人的看法 啊 可是我碰过很多人都告诉我说 好我喜欢赵少昂的画哦 所以我们现在来那个欣赵少昂的画品啊 呃 一看赵少昂的山水 你看居朝居连 他们的山水画的不多哦 不是表示说他们不画 只是传下来的不多 可是到了高齐峰高建復哦 他们那个呃 就都开始画山水 然后可是很明显的哦 赵少昂的这一幅山水呢 很明显的就跟很明显的就就跟他的呃 呃那些老师们哦 他就是又有他自己的风格 又有他自己的突破 所以说其实像像你看那个高建復跟居连学画 学了四年嘛哦 那他从小教高齐峰 他不知道教了多少年 然后陈树仁也是跟居连学了很久哦 啊赵少昂在那个呃 呃齐峰先生门下也学了很久 可是他们因为他们的基本功都很好 所以他们跟了老师以后啊 到后来他们都能够自己创作 而且都能够有自己的风格 你看呃ух少昂的构图啊 你看呃毫少昂的构图哦 他又有他的一个新的构图的柳树 然后从这边看过去遠遠的一个村落啊 这幅画就是那个桃花园啊 这桃花园你看呃呃那個夹岸树百步 落荫缤纷那个什么 两岸都是桃花林 他们后来欧豪年也很喜欢 画这种寻到桃源好必情 他们很喜欢画这个题材 画这个桃花园 然后就是那个河边 然后四边都是桃花 其实像欧豪年他很喜欢画桃花园 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桃花园 所以说后来的画家都很喜欢画这种桃源 你看这幅画 这幅画的话 他的构图又更创新 其实赵少杨的画 我从小看到大 我觉得他的画很难学 你看他这些东西 你根本不知道他怎么搞的 这个完全就是要靠公理 你那个一笔下来 而且你根本抓不住他的脉络 他好像爱怎么走就怎么走 完全是非常的自然 然后这个渲染 其实渲染的深浅的话 也是要靠多练习 也是要靠技巧 所以他这个构图就是很明显的 非常的有心意 非常有创意 然后这个 你看那幅画也很好看 非常的壮观 他这个虽然说整体看过去 这些渲染 然后这边还点一个白色的鸟 白露丝西塞山前白露飞 当然说这个不是西塞山了 因为这个是石头山了 石头山 然后那个你看广东那边 也有什么丹霞地貌 像欧豪连就告诉我 他们那时候去丹霞地貌 什么丹霞山写山 那边的风景呢 就有点像这个样子 我没有去过啦 因为老师他有画很多 那个一系列丹霞山的写生 所以那边的石头山 就是这种感觉 这就是桂林山水 桂林山水 其实他们那个 鼎南画派画家 很喜欢画桂林山水 那我们其实画画的画 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我觉得赵浩少王的画 不管谁看的画 都会觉得很好看 那画怎么样好看呢 第一个当然是构图 色色布景 你看他这个画的话 一看有轻有重 然后色彩好看 他这个黑黑啊 夕阳里面嘛 在一只一个白帆 白帆还有阴影呢 所以说你整个看起来 感觉就会很好看 这个赵浩王的花鸟 赵浩王的花鸟 也画得非常好 这些花鸟的话 通常他们这个都是一笔 我看那个老师画山水 要什么小心收拾 他有这个画花鸟 他也是要收拾的 有些细微之处 你看像细微之处 这种还是有 那些撞水 一些撞粉的技巧 虽然说他们是一笔下去 可是也是要那个 有些细微之处 还是一定要收拾 所以你看他这个 这个用色 用色的深浅 真的是好鲜眼 好漂亮 我觉得里南画派 他后来的特色 就是他的色彩 运用的特别好 他色彩运用的特别好 他这个向日葵 你看他在向日葵画得多潇洒 这个鸟 然后他这些叶子 这些都不好画 你看怎么样能够画成这么潇洒 而且你这某一看的话就很好看 然后这些东西 虽然说是乱乱的 你看这些东西 可是都是乱中有序 你能够把它处理 这个乱有序 而且这个墨色深浅能够掌握这么好 真的是不太容易 这个荷叶也是 非常的鲜艳 因为荷叶鲜艳才能够突出 这个白露丝的白 这个荷叶呢 其实荷叶 他这个样子的话 也是表现那种光影的转折 因为荷很软 风吹的话飘来飘去 其实里南画派 最南画派画的就是这些小草 这个 欧侯连很喜欢讲小草 他说这个草 虽然说是 看起来呢 最不显眼的东西 他说可是在画里面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不要看一个小草 他说有的时候你加点草 就是那种画龙点睛之妙 而且草要画得好 还真不容易 而且草的话 是那个斩草不除 跟春风吹又生 所以说我老师每次讲话 他很喜欢讲一根茎草 他说一根茎草 在天地之间不显眼 可是呢 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就是草枯了 然后第二年又会生 永远生生不息 白兔 这个鱼 你看这边还有一些小鱼 水草 所以水草也是搭配的嘛 荔枝 你男画家都很喜欢画荔枝 这幅画 一个禅 只有一颗荔枝 可是你看 他就是这一笔 一笔上面 很明显的 有些水积 然后有些粉 所以还是有 撞粉撞水的技巧 可是 其实画画最难的 就是 简单中去求意境 像要是我画的话 蚕也画不好 荔枝也画不好 假如说画一个树枝 一个蚕 一颗荔枝 那真的很难看 各位可以试试看 你说像你 我们画的很复杂的话 还可以遮丑 还可以遮丑 画这么简单 一目了然 就是一定要功夫 另外 高建復的四大弟子 四大弟子的话 年纪最大是方仁定 他方仁定的年纪 比赵少阳还要大几岁 那我大概介绍一下方仁定的作品 所以说刚才我们看完赵少阳的作品 很明显 他真的完全有自己的风格 他不但有自己的风格 他写的字也不一样 你看他写的字的话 他们练字的话 从那个狂草 然后就是有点像张旭的狂草 可是又有改变 所以说他的字的话 完全都有自己的风格 其实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听赵少阳的话 虽然说我觉得他很棒 可是我跟他的字 我的感觉是 他就是太豪宝 然后好像 给我感觉他的字有一点霸气 就是很霸气 他也是个爱国画家 而且他对于绘画的改革 然后对于引南派的那种传承 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 他后来也做过广东画院的副院长 他也留学过日本 而且他的特色是什么呢 方仁定的特色是人物 他是岭南画派传人里面 以人物画建长的 他画的牛 这里面有柿头牛 一二三四 这是方仁定很有名的一幅画 柿牛图 他这个牛 虽然说是水墨 你看他的渲染 又加一点色彩 而且他这边有一只蜻蜓 你看有一只橘红色的蜻蜓 来做典颈 然后他画这些芦苇 当然有加点那种褶石的 褶石淡漠的颜色 一个蜻蜓 典颈 他这幅画非常有名 然后方仁定画的人物 他这个人物呢 他这个人物画 这幅画比较工整 你看他画这个 在那个什么西湖泛舟 那我们看看他 你看他这边 还有一束光影 一束光影 然后这边的阴影 背景的渲染 然后我们看看他其他的人物 画这种水墨人物 这水墨人物全部是线条 可线条该表现的也都能够表现出来 那人的脸就水墨 可以画成这么栩栩如生 你看这个鼻子就是墨 全部就是头发 衣服完全就以线条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出方仁定 他在人物画方面的成就 你看这幅画 这幅画很感人 你看这个妈妈 他们一看就知道 他们是很贫困的一对母子 你看这个妈妈拿了一盘菜 怎么来的 一定很辛苦得来 然后小孩子吃玉米 我看这幅画 看了都觉得好可怜 那个方仁定那个时候 是抗战时期 那民生物质都很困苦 人的生活也很困苦 你从这幅画 他可以看出那种生活 真的你看那个母亲 对着小孩子的爱恋 小孩子能够拿到东西吃 真的我觉得这幅画 真的很感人 就看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然后黎雄台 黎雄台我就不多介绍了 可是他这幅画 因为实在要讲 他讲不完 可是他这幅画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他这个山水呢 又是一个新的境界 他同样是高建復的学生 可是他就能够 有他的构图方式 然后他的创新 他能够把近景 然后远景 一路这种西山 然后这种云烟 能够画得这么美 他这幅画 我非常喜欢 所以我特地选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 观山越 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我的每一个老师 都很推崇观山越 那我那些书法老师 王北越 他说他最喜欢观山越的画 那既然说 他然后认为说 那个二代弟子 就说领南二代弟子 有很多人认为 观山越的成就是最大的 所以说 我就请大家欣赏一下 观山越的作品 那说看这个作品 也是不得了了 能够画成这个样子 那个好大的功夫 而且最主要 他这个 这个 布景的处理 前面这些树 好看 树里面 隐隐隐隐隐隐 有一些人家 你看这里的隐隐 然后一层一层过去 难怪以前 我很多老师都非常 推崇观山越 观山越的作品 你看他 你看他这个处理的 这么复杂 可是多而不乱 一样是处理的有条不纹 然后他这个农田 一路下去 然后这幅画呢 这幅画 很明显的风格又不大一样 那一样这个静景圆景 然后这个圆山 然后他这个 你看他这个 我们通常画云烟的话 都要虚然 你看虚然成这个样子 不画他也不必 用这个墨画 就留白 用这种留白 然后来处理这个 这个山雾云烟的感觉 这一样是桂林山水 桂林山水 大家去过桂林的话 对这种的景色 应该都是非常熟悉 你看这个船 他这个船 这边有人 你说国画的细微之处 就在这里 他这边站了两只鸟 站那个鱼鹰 然后人在这边划船 这边这也是鱼鹰 人在这边划船 所以说他这个船 当然是这边翘起来 这边低 因为重心在这里 所以他划船的话 你看这边的话 是画的那个 装鱼的那个篮子 然后东西 然后上面一个鱼鹰 所以说他这个船 你看他这个就代表说 你画的时候 你这个船有重心 所以说会往一边起鞋 一边起来 然后这边这个 他这个完全用墨 用墨 可是他一样处理的 远近深浅都不乱 这个观山岳 然后观山岳呢 他的鲜翼的是那个样子 他也一样有他的那个 有他画的那个工整的画 有工整的画 你看这个百合花 就是画的非常工整 而且他这个画 花是非常的工笔 这个叶子是很写意 你看这些叶子处理的 多而不乱 也是写意 他一样是那种兼工带写 你看这个生花万毒 能够这个梅花灵 能够画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 我那看我都不知道 他们要花多少工夫 才能够画成这个样子 杨善生 也是二代体制里面 非常出色的一位 他也是非常非常出色 我在台湾的时候 就常听到那些老师们讲 这个观山岳多棒多棒 杨善生多棒多棒 因为他们都 都很有名很出色 所以说 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的作品 我们有那个 草草昂的荷花 杨善生处理荷花 他这个荷花虽然很艳 可是我觉得感觉 一点都不熟悉 你看他这个花 是画得很雅 而且花一样非常公笔 然后这个叶子的处理 那后面的背景 所以整个看起来 虽然很复杂 其实他这个渲染 你说像这些地方 一样就是等于留白 然后他的花 画得那么生动 各种处理的方法 然后整个色彩的运用 你整体看上去 非常好看 虽然说色彩很丰富 可是一点都不觉得 觉得俗气 而且他这个花 整个的立体感 整个立体感 非常漂亮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我们叫非洲菊 非洲菊 里面好多鸟 非洲菊 你看那非洲菊 跟叶子一起搭 可是它也能够处理的 你看整体看上去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然后一个 就一只白色鹦鹉 然后后面的渲染 这个树叶树枝藤条 都非常的潇洒 然后这一只白色的鹦鹉 画得栩栩如生 然后后面的血液 非常潇洒 我不知道你们看的 因为我这上面有东西被挡到 那这个老鹰 那这个老鹰 然后它这个树 你看这一棵松树 松树它的那个树感的处理 还有那个松叶 然后一样 它前面的foreground 主体 然后后面的背景 这个 小猴子 猴子 然后这棵树 你看它这棵树 这边还有个月亮 不知道是夕阳西下 还是月亮升起来 它那个 你看它这个整个的树 整个的树呢 它的树 很多细微的地方 很多细微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 杨善生的画 它又有它自己的风格 它的画 它虽然说是高建福的地址 所以我们看这个 不管说方仁定 然后黎雄才 观山岳 杨善生 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他们自己突破的地方 也都有他们的 都有他们特别的特色 你看杨善生 他刚才这个是很细微 非常细微 可是你看它这个 好混起来 水墨的处理 就能够这样子出之大业 你看 这个画法 可是它后面的渲染 然后你看这边 这边流的光线 后面这个渲染 阴暗 他们这个 真的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很有自己的风格 你看这个 他画的是那个 罗浮仙女 这个仙女呢 在雪景里面 雪景 这个梅花 坐在树上 一个仙女 这个仙女 全部都是线条 她的衣服的话 全部用这个线条 你看她这个树的线条 所以杨善生呢 她细微之兔 可以这个样子 然后呢 写意 也可以写同这个样子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然后杨善生的山水 看她这个山水 他们那个用墨非常的大胆 能够搞得这么黑 可这么黑里面呢 还有一些细节 有一些树细节 然后一层一层下去 你看越远的地方越淡 这样子一路深深浅浅 要搞得这么黑 这么大胆的 拖这么多的墨 真的是要有很特殊的功力 才能这样子 不然的话搞起来的话 乌鸡妈黑的话 会很难看的 她这个的话 那个拖台 其实她的时代跟张大千差不多了 这个也有点像那个 张大千的彩墨画 你看这个山顶上有好多住家 你看这幅画一样 那杨善生的画就是很大胆 她后来的画很大胆 所以说她也是备受推崇的一位画家 这个里面 你看这里面有房子 这个里面 你看她大概要到这个 这个茅屋里面去打尖 然后这边一个人骑个马过桥 然后走到这边去 所以说她这个前面你看 正中间拖一大堆的墨 所以她这个画法 当然也就是他们这种名家 敢这个样子做了 好那我现在的话呢 就来讲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呢 他 他后面这些作品 是当年他来 湾区演讲的时候 他跟我一起选的 他是说 他的画 中国画的话分四大门 就是山水花鸟走兽人物 那老师他最特长的是山水 他认为他的山水画画得最好 所以说他第一部分的话就是介绍他的山水 然后所以说他的山水片 你看他是画他的家 因为他是广东茂名县人 这是他以前在茂名县住的大宅院 他把画出来 真的是很了不起 你看他这个协议画 这些协议 然后这些都是木 协议远远近近 可是他这些建筑 你看这些建筑上面的 画得这么细 然后屋子前面深深浅浅 大大小小 他这个不但有透视学的观念 还有我们中国鸟刊 我们中国画的特别画法是鸟刊 所以说其实你看西方的透视学的话 你一个围墙 你站住在这边看的话 围墙里面东西你看不到的 透视学的话 它是每个东西都有一个平行线 然后一直到最后有个消失点 像他这个就是一样 这个两个线到最后远的地方有个消失点 这是交叉 然后可是你用透视的话 你看不到后面的东西 你用鸟刊法 你用鸟刊法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庄院 这是我们中国的鸟刊法 然后你看他的那个山水画 很明显的跟赵少王的又不一样 他欧豪年的作品整体比较起来 比他比我们祖师 就是比我泰老师赵少王的画要柔 而且他用的颜色 你看他画这种青草 这颜色特别漂亮 非常青 然后他还有他的字 他的字一样是学那个 从那个张旭的狂草 可以变出来 可是他的字 也没有像泰老师那么夸张 他整个他整个的话 你看他这个一样画那个桃园 像我们看那个赵少王的画那个桃花园 哇真的是很夸张 你看欧豪年的画 你会整个觉得他的画比他老师的话低调 他低调 那个欧老师用的末比赵少王多 而且他整个的构图呢比较柔和 所以当年我在台湾我小时候看画的时候 我就很明显的说我比较喜欢郭浩年的画 然后他的字也比较柔 他的整个的话呢 所以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啦 我们以前在画室里面很多学生说 其实老师的画比泰老师的画好看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比那个你看他画的这个 寻得桃园好必情 他画的这个桃花园 就感觉就不一样 然后他画的山水 他画的是那个台东那个海岸山脉 那边不是稻田吗 那个南国风光海岸山脉 真的是他的画就是比较柔啦 用色色色各方面 然后他的细微处 你假如看他画画的话 你会发现说其实他画画很慢 画的画像画老虎画一个礼拜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帮他去拉纸磨磨 他画整个礼拜 画一只老虎 那他那个因为里南画派讲渲染 所以说呢他我们先用那个先用墨勾了以后 然后他要洒水敷第一层的色彩 然后等干第二天再敷第二层 然后渲染好几遍的啦 所以一幅画不是一下子就画好的 你看他这幅画 刚才我们不是有看到 这样子一个柳树 后来远远的是春落吗 那那个老师说他这一幅是他到那个 马来西亚那边旅游看到的风景 可是他他的那个血液 你看他这个他他后面的那种血液的处理 你看他静静有两个人要去划船 然后这边然后他这个远景 你看他这些的话就完全就是血液 他虽然说是血液 他在血液里面不忘做一些小小的收拾 所以说你看这些的话有一些东西加上去 都是小小的收拾 然后这边有好多船 然后这个这个树也过去 这个血液三水 虽然说这个样子看起来很血液 其实他里面一些点的一些小的东西 也是要慢慢收拾的 你看这幅瀑布 我觉得说像瀑布表现水瀑布 那欧豪念真的是画得非常好 你看他那个水 他这个水这个瀑布 然后流下来一层一层的几节水 这样慢慢下来到最后的话这边是雾气 然后旁边这个配的山 前面的山伸后面前这样一层一层过去 后面的渲染 然后他点了几棵树 你看这个树 这个下面是黑的 上面照得到太阳的 就是亮的 那你看底下的阴影 所以这个不要看他随便一个树感 这上面都有光 都有光线 然后那个叶子也是深深淺淺 所以最主要就是这些地方能够掌握好呢 然后画也就会好看了 这个山水啊 这幅画以水墨为主 可是里面啊 他一样有加一些色彩 有加紫石啊 然后有一些那个花青藤黄啊 然后去点井啊 所以说你看他这个画 所以说你看 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欧豪年的山水 你会觉得说 他其实风格跟赵少昂 很明显的不大一样啊 他的东西真的就说比较秀气 比较秀气 那他这幅画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边还有一个人呢 这个人呢 从这边这样子慢慢爬山 这样一路走过去 然后这边好像还有鸟 有鸟在那边飞 然后这个是雪顶 雪顶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这边是一些茅屋 茅屋啊 茅屋 然后这边有人在走啊 他们 那个老师很喜欢画什么 鸡身茅电乐 人积板桥霜 所以很喜欢画这种雪顶 然后这个雪顶前面 后面 然后这边有人在走路啊 人积板桥霜啊 这边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河流下来啊 而且他 他这个虽然说是远远的山啊 也画得很不马虎啊 你看有很多的 点景细微之处 而且 这边一块 村庄啊 这边有房 这边有房 这边还有山路 你看 峰回路转 他这个构图的话啊 就是非常的仔细 那这个的话呢 这个就是云海嘛 大家就可以慢慢欣赏 他这个云海的深浅 远近啊 然后 这个这个云烟的缭绕 云烟的缭绕 这个山水啊 你看 所以欧老师的山水啊 真的是很漂亮啊 那 那 他能够把山水 那些细微处 然后这个山泉啊 流水啊 各方面啊 你就看他的山水画啊 所以我们老师 他最骄傲的就是山水 他画的最好就是山水 那我也觉得我也是非常喜欢他的山水画 他的 所以大家 慢慢欣赏 你看 而且他的山水画呢 各种构图 什么都有 因为老师说他画山水呢 也是以写生为主 他走到哪 写到哪 可是写生的话 不要很失败 你很多事情的话 你还是要想他的情跟他的神 然后自己去慢慢体会啊 然后才能够画出好山好水 你看这幅画 所以他都画那种 那个那种 其风 那个什么 那个 其风啊 然后那个 那个 奇妙的山水啊 你看这些 山水啊 原来他也有画山峡啊 各方面 我们假如说去山峡旅行的话 你就会看到说这个 长江这样子走 然后旁边的山峰啊 然后山上还有人家 那他们这些细节的话都会注意啊 那那那这幅画 就是画的近景啊 他们这个 他有这种 那幅的山水 他也有一些画 你看像这个的话 就是请说画一角生水 一角的近景 然后那个 就是以这一角为主 这个叫松下问童子 你看是在这里 松下问童子 他就画那个意境吗 松下问童子 严师采药去 指在此山中 这就云生不知处 就很明显的画出 云生不知处 云生不知处 然后这个 这个的话 画冬天 这个独掉 独掉寒江雪 这个独掉寒江雪 寒江独掉图 千山鸟飞绝 万进人中灭 然后所有的树叶 通通都落光了 就变成枯枝枯叶 这个在这边 这个独掉寒江雪 他这幅 我都忘了 他好像是 因为他有画很多张家界 放那些山 云山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欣赏 慢慢欣赏 然后 可以欣赏一下 他的细微之处 像他这个主体在这里 其实像我老师 那个时候教我们构图 他说主体 不要画在正中间 刚才我们看那个 杨善生不是一个主体 正中那个大黑的 可是老师 他叫我们要画在 四分之三处 就是你看 他的主体 都是这样四分之三 然后那个 他这个四分之三 然后其他的画 在画点景 然后那个 你们看他这个远景的处理 远景的处理 然后他很喜欢 在那个山里面画 几只鸟 然后这个 他也很喜欢画 那个写之三水 像这个是万里长城 长城给他处理起来 也很好看 他就长城这边为主 然后这样子一层层下去 这个远山 然后这是万里长城 三峡 如果三峡的人 可以体会一下这个三峡 里面有那么多的帆船 三峡 湖口瀑布 我觉得那个欧老师处理的水 处理的特别好 你看湖口瀑布 假如说大家去过的话 看他那个老师画湖口瀑布 他那个这个原画我看过 你在那边 你真的会感觉到有那种轰隆轰隆的那个瀑布的声音 然后那个水在那边翻滚 你看这个水各边这样过来 然后这样跑下来那种翻滚 那种云烟 那真的会有那种 就是说那个气势 气势 可是欧老师他的气势虽然很大 画面很那个 我觉得他的画 整体说来并不夸张 可是你就会觉得有那种很美的感觉 桂林山水 岭南画派的画家都喜欢画桂林山水 这个老师他这个桂林山水 就是画的是 就是说特别广的一个视线 桂林山水 然后这个是张家界 然后这个他说是屏东的海边 屏东海边 然后大峡谷 你看他的峡谷他是用那种深圆法 这样子一路这样看下去 然后是罗马 那老师的山水我就介绍完 他说他山水以外呢 他旗帜 他就是人物 那欧老师的人物 他很喜欢画竹林七贤 你看竹林七贤 这个他以竹林七贤 做很多为题材 竹林七贤 然后他很喜欢画钟馗 他说为什么喜欢画钟馗呢 钟馗抓鬼嘛 他觉得说有个钟馗在家里的话 你画一个他说钟馗 我们通常中国画的话都是补币 在家里面做装潢 那你画一个钟馗在家里面的话 可以震鬼 可以把那些可以辟邪震鬼 所以他很喜欢画钟馗 那钟馗他喜欢用这种红衣服 所以你看他这个颜色 可是他这个他这个线条 然后那些干笔 他整个的人物处理 他还很喜欢画五大郎 他非常同情五大郎 他觉得五大郎卖烧饼 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 然后他觉得五大郎很有趣 很可怜 所以他还画很多五大郎 然后这个曲缘 是他很尊敬曲缘 那个曲缘形影图 你看这个曲缘 他这个穿的黑的衣服 你看他用这个表 你看他这个衣媚飘风 然后黑衣上面的光线 黑衣上面光线 白衣上面的阴影 他有这些处理 然后他最喜欢的静巢 画迹跟静巢 来做那个什么疾风静巢 然后来做背景 然后后面有渲染 这个是他的人物屈原 然后这个是那个 他这个画的是什么 这个我忘掉了 这个我忘掉 他这个也是有典故的 他也很喜欢画这个人 在那边写字 不知道是什么米配什么 那个写字 不过我们就是看他那个 看他对于那个墨的处理 对于墨 你看他就是光用这个墨 然后处理到这些阴影 线条 这些方面 然后木桶 这木桶 老师也很喜欢画木桶 他说因为他小的时候 在乡间 常常看到这种木 这个木桶横牛背 这个短笛性口吹 他常看到这种情形 所以他很喜欢画这种 那大家可以看他对于的牛 牛那个墨跟线条 还有各方面这个牛的处理 然后一样 里南画派因为他重写生 重写实 然后也重形式 又重神式 所以说呢 他整个虽然说是血液水墨画 可是他的一些细节 像以前老师教我们的时候 就说一些关节啦 肌肉啦 那些表示线 要能够表现出来 他说这个才算是 才算是画得好的 然后那个 而且你看这个小木桶 他这个脸上的色彩 你看他 他的那个腿啊各方面 然后再下来呢 就是花鸟啊 他的花鸟 这幅画 老师说他是他18岁的时候画的 这幅画他自己很喜欢 所以他一直没有出让 一直没有卖 一直在他手上 你看他这个画 这个布袋帘 这个水 从这边看 这个是水上面 这个水下面 水下面 水上面 然后 然后他这个水里面那些水草 黑的 然后能够处理成这样 还有这些叶子的处理 花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这幅画 我那时候看 我会觉得很喜欢 然后他也就是一直没有卖 一直放在他的 一直放在他身边 然后这个芭蕉 就跟赵少阳的很像 这就是他们那个色彩 就说里南派的花鸟 那个色彩 特别好看 他色彩虽然好看 你看他 不忘 加一点墨色 所以说大家看他这个的处理 看他前后这个的处理方法 可是呢 整体 他这个芭蕉 虽然颜色很鲜艳 可是欧老师的话 就是比较柔 他不但说那个 他写的字 也是很飘逸 所以其实老师的字 也写得非常好 非常的柔和 然后那个 所以说他要画一些 比较传统的构图呢 这个梨花 比较传统的构图 也是这样 然后牡丹花 一般牡丹花都很艳丽嘛 可是里南派的牡丹花 非常的飘逸 你看他连花瓣啊 跟那个都很飘 尤其他的叶子 他的叶子 他整个的那个构图呢 你看他这个牡丹的叶子 他就是非常的飘逸的画法 你看这个牡丹 叶子好像风在吹 都在吹 然后他这个是 莫古牡丹 就非常的雅 你看这个柿子 这个是柿子 你看这两只鸟 画得多活啊 然后这个树枝 非常的 你看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自然 然后这个大理花 大家注意这些叶子 那你看叶子的那个水墨 跟色彩的搭配 还有叶子画的 他这个欧老师的特色 他的叶子画得特别潇洒 特别潇洒 就是你感觉说特别流畅 然后后面 他最喜欢画这种小草柱布景 然后这个芭蕉 你看这个芭蕉 非常的血液 你看他这个线条的自然啊 还有那个鸟 这边鸟飞 你看这个芭蕉 像这幅画我也非常喜欢 然后这幅画我非常喜欢 你看这幅画 每一片荷叶都不一样 每一片荷叶的姿势都不一样 这个这个这个 每一片荷叶 然后花 然后里面的脸蓬 所以他这个眉 然后后面的渲染 那个月下 而且他这个 这支鹿痴画得非常的活 然后这个公鸡 公鸡后面配的竹子 竹子大大小小 这是公鸡 母鸡 公鸡 熊九九七样 其实你能画派 虽然你这样某一看 还是写意画 可是他的细节 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爪子 他这个爪子 而且他这爪子 有那个鸡爪 他这些鸡爪 鸡爪还有鸡上 那个鸡皮疙瘩 那些什么东西 他这个都会有一些处理 所以这些细微的地方 都会有一些处理 然后孔雀 这孔雀呢 这边也是搭配的 这个白色的牡丹 然后那个一张画 我也非常喜欢 我自己也很喜欢 你看他这个画 非常写意 非常潇洒 然后搭配的那个草 这个好像还挂在 他那个画室里面 他有些他喜欢的画 他就不出让 那就没有卖掉 然后你看他这些鸭子 就简简单单的 就能把每一只鸭子的 那个神情都画出来 你看这个头这样子 就是这个还在睡觉 就是全部都不一样 然后这个 这个是草上面一个 就是一根茎草 一个芦苇 然后一个虫子 所以说 那个他就说草 小到地上青草 大到芦草 他就都是天地间 很好的点缀 所以说不要小去那些野草 然后走兽 走兽是他 他认为他最好是山水人物 花鸟 然后走兽 其实他的走兽画 真的是非常好 你看这两只兔子 还有后面的布景 前面这草 其实像这些东西很难画 我们有时候画兔子 可以画得很像 这些布景的话 要能够像他处理这么好的画 这些渲染的话 这就比较困难了 尤其是这些小的地方 你看他这两只兔子 画得活灵活现的 然后他还 其实我觉得他的走兽 画得非常好 可老师认为他的走兽 是他第四名 不如山水花鸟 不如人物 他这个走兽 你看他这两只兔子 画得多可爱 然后这两只鹿 跳跃徐徐如生 你看那个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这个是羊 羊 猴子 马 老虎 他的老虎要画得漂亮 要威儿不猛 松儿不热 这是他老虎 他的老虎多漂亮 真的是 他的就是说一定不能画得太饿 然后这是我们老师 这是我小时候陪他去写 年轻的时候 不是 那个时候看我多土 我说我年轻的时候这么丑 那个 你看我跟师母土的要命 你看老师好会摆石 那这个是老师在这边演讲 然后 好 结束了 那我跟大家广告一下 就是说我呢 5月22号还会讲一堂 中国绘画美 会把中国的历史 这个严格 然后怎么样的发展 所以大家假如有兴趣的话 因为这个room可以容纳500人 也欢迎大家来 也欢迎大家来听 所以我今天就结束我的演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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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